有什麼問題? 當然是說說今天答問大會都留了 原本這個問題沒有的 我今天都有看電視 看電話新聞 曾瀟誠就說第一次在立法會答問大會 是第一次的宗旨報道 之前沒有發聲過 從事說 因為我看到有時間 今早食飯中午新聞 看到幾詳細 看到幾個現象 在電視台說話有兩個人最厲害 第一個最厲害的 說得最正確的 還有很有觀點就是梁家傑 公民黨的梁家傑 不知道為什麼做黨主席 黨灰 有水平 看到問題的精銷在哪裏 第二就是曾瀟誠 但是曾瀟誠是很難做的 但是看到他真的是一個 我們要稱讚人 曾瀟誠先生我們稱讚人 梁家傑我們稱讚人 他也是一個大律師身份 但是他是很中文的 說話 但是當然有些人未必對 這件事我們與市民身份 就看一個畫面 梁家傑這個議員 楊家傑這個議員是有水平的 是很難成 看到這些問題的精結 曾瀟誠 那曾瀟誠呢 真是一個愛香港的人 在保皇黨 我用市民的新聞 認同這位仁兄是愛香港的人 但他基於在他們的圈子問題 很多事情他有心無力 是很無奈的 他受壓力應該不少 但說話是很公道的說法 他要說到別人不適合聽 他又要說正常的話 他都肯正式地說出來 肯說一些人話 你做人應該是這樣 他犯不著要出賣自己的尊嚴 很多人犯得著 我也是一樣的事 他這些少年紀的年輕 可能是根棟棟棟棟策食的人 那一批都算沒有人家 有六十多歲 有六十多歲 他的比較是 第一有學識 第二有他的理想 究竟他的集團是非黑白 應該他會心裡清 如果曾先生保持作風的市民應該支持他 更加希望他給他講多一些正確的話 因為現在整個香港就希望中央政府 不是說去處理香港事務的那幫官員 處理香港事務的那幫官員 因為他的權力很小 因為國內做官的人很慘 真的很難有自己主義 你說什麼就是你幫那些敵對勢力說話 所以曾先生應該有條件和勇氣 應該講到一些真實的情況 他認為自己不夠力的 那你就拿一些民意給老闆看 還有他要透明度高一些 不要讓那些人 將他那個意見上達不到 他應該有渠道的 那都是香港福氣 是特意的 那不是有給他 有助典道 還有,可以給他 你待這件事情